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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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美华从小就很懂事 也练就了从小十分独立的性格 不想给家庭带来负担 12岁辍学外出打工 因为自身带有唱歌天赋 不上学后就出去唱歌 两年之后就被一个歌舞团签约 王美华甜美的歌声打动了观众 很快在这个舞团中成了台柱子 因此经常跟团外出参加一些会演 不仅唱歌好听 长相也很出众 因此身边有很多追求者 有一次王美华跟团去香港演出 舞台上的王美华吸引了台下的曾志伟 王美华也在众多的追求者中 偏偏就看中了曾志伟 那时两个人才十四五岁 遇到曾志伟这样阳光 开朗 长相帅气的富二代 王美华马上就沦陷了 所以等到王美华十八岁成年 他直接就嫁给了十九岁的曾志伟 两个人的婚礼非常盛大 可以说是轰动了台湾 不仅在最高档的酒店举办了典礼 摆了一百多桌的酒席 而且还请了无数的名流政客到场 可以说是高官云集 星光翼翼 结婚三年 王美华生下了两个女儿 曾宝怡和曾永怡 不过王美华没有享受过几天父太太的生活 曾志伟就因为父亲贪污 家到中落 并且开始天天在外应酬不回家 生下这两个女儿没多久之后 王美华就与曾志伟离婚了 当年曾志伟为了换回自由 跑出了一张卡给妻子 这里面有五千万 我全部都给你 但你要给我自由 曾志伟当年在舞厅与妻子王美华相遇 他们在一起三年 最后曾志伟想要用五千万换回自由 王美华也同意了 但并没有要一分钱 刚开始认识王美华的时候 曾志伟消费非常的奢侈 花钱大手大脚 但王美华却只是一个舞厅的半虎女郎 曾志伟觉得她很漂亮 就找人要了联系方式 后来两人很快就热恋了起来 曾志伟也希望王美华可以到自己的家五厅来工作 工资也是涨了很多倍 曾志伟以为父亲根本不会同意他们在一起 正准备要和父亲大吵一架 没想到的是他的父亲非常果断的就同意了 并说道我不管你要和谁结婚 我同意你们结婚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人能让你收得住心 曾志伟的父亲更是出手阔绰 送了王美华价值四百万的首饰 而且每个月还给了二十万的费用 王美华本以为自己是嫁入豪门 逆袭成功的灰姑娘 哪知道不仅豪门梦遂 老公也不是个良人 虽然生下二女但曾志伟时常冷落王美华 经常和朋友喝得大醉也不归宿 王美华也总是劝曾志伟早点回家 不要总在外面逗留 曾志伟却说你给我三年时间 我玩够了这三年以后什么都听你的 但过了三年之后曾志伟越玩越欢 这也让王美华彻底心碎 只好在家相夫教子 后来曾志伟提出了离婚 并希望王美华能给自己自由 王美华也知道这段婚姻缘分已尽 只好接受了 于是孩子两岁的时候 王美华就跟曾志伟离婚了 可他的这一举动却被很多人批判太过于自私 外界都在指责他是个不称职的母亲 两个女儿也因此与他产生了深深的隔阂 曾志伟觉得不能因为为了家庭 放弃自己朋友和事业 分五千万给王美华作为离婚财产 但没有经历过王美华的经历 大家无法体会他的感受 也没有权利指责他的选择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王美华甘愿净身出户 拿着五百元港币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 曾志伟也没有管流 把两个女儿丢给父亲 曾启荣照顾 自己还是在外面拼事业 离婚之后的王美华一个人独自离开了台湾 去了香港 因为一直都热爱着唱歌事业 所以离婚后他重新回到了娱乐圈 到酒吧当过助唱 做过艺人的助理 也上过大大小小的综艺节目 虽然一直记忌无名 却足以让自己活得有尊严 而在与曾志伟离婚十几年的时间后 他与一位服装商人组建了新的家庭 又在35岁高龄生下了一个女儿 但这段婚姻绳然不长久 离婚后他独自带着女儿生活 经历过两段失败的婚姻 王美华仍没有放弃爱情 在追爱的路上越做越勇 还与小十二岁的刚儿子汪建民大谈母子恋 爱得轰轰烈烈 虽然在恋情一开始被曝光的时候 被王美华否认 但是媒体还是拍到了他和汪建民 共同出行的照片 两个人擦出了爱情的果花 走到了一起 成为了恋人关系 汪建民是王美华闺蜜的儿子 另外还有一个更另类的身份 不仅是闺蜜的儿子 还是王美华的刚儿子 这样的关系爆出之后 让人打吃一惊 只是可惜的是 这段恋情虽然得到了曾宝怡 和汪建民家人的支持 却是输给了现实 最终还是没有走到最后 2015年的时候 王美华被汪建民抛弃了 为了这件事情 王美华还曾经在公共躺和大哭 或许是为爱所伤 之后王美华再也没有传出过任何绯闻 甘愿用余生陪伴三个女儿 分手之后的王美华 生活又变得非常解决 所以就想要再付出 但是付出的道路并不顺利 还好有女儿曾宝怡的帮助 曾宝怡仅仅三岁 就缺失了母爱 因此随着年龄渐渐增长 特别讨厌母亲 不过多年之后 体会到了母亲的不容易 两个人最终还是兵士前嫌了 不得不说 曾宝怡确实是个非常孝顺 母亲没有照顾过她 但她还是愿意帮助母亲 孝敬母亲 大概这就是母女亲情吧 在曾宝怡的帮助下 王美华的付出之路 确实是顺利很多 但吃够了爱情的苦 并魔也在她老年的时候找上了门 一次王美华在社交网更新 她于深夜突然贴出 自己哭中双眼的照片 原来是当天她去医院复诊时候的自拍 她情绪低落 含泪感叹 第一次这么无助 一路坐车回家 一路上哭 贴文一出 立即吸引了大批网友关注 大家纷纷留言 安慰宝妈这鱼 替担心她的身体状况 举系王美华曾三度患癌 她最早于2004年 发现自己患上了甲状腺癌 经过治疗之后已经康复 但时隔12年之后 即2016年她在检查时 又发现在淋巴结附近有两颗肿瘤 后来在2019年时 再不幸确诊 患上了肺腺癌 虽然宝妈一向坚强开朗 但三度患癌 还是令她大受打击 经过手术治疗之后 她已渐渐康复 节目中被问到 是否会和曾志伟再去前缘 她回答道 单身很好 王美华虽然历经命运的考验 但是她依然积极乐观面对生活 她重振旗鼓 不仅与女儿曾宝宜 一起写作出版了书籍 不能和妈妈说的事 参加个类综艺 还和女儿搭档 主持饮食类节目 获得了不少人气 她直言自己三度患癌后 早已看单生死 曾让女儿曾宝宜 为自己安排后世 花费11万购买骨灰痰 反观曾志伟 现任太太朱熹珍 因癌症去世不到两个月 曾志伟就在外面花天酒地 之前侵犯蓝结英的新闻 更是沸沸扬扬 2013年 蓝结英接受媒体访问 爆竹当年在拍戏的时候 自己曾经被两位影坛大哥侵犯 一位已经过去 两位大哥的名字 在采访中被消音 但是有人猜测 过去的是邓光荣 而另一位就是曾志伟 这件事很快就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 曾志伟马上出来辟谣 怒斥自己被人污蔑 曾志伟还表示 自己作为香港艺人协会的会长 很想帮助蓝结英 但是联系不到她 2018年 蓝结英被人发现 死在家中洗手间内 享年55岁 这场风波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舆论对于曾志伟的指责 省省没有听 包括她的女儿曾宝怡 儿子曾国祥 微博下面都能看到 为了拦截英 讨伐曾志伟的言论 不过这些声音 还是影响不到曾志伟 在香港娱乐圈的地位 这次她束主TVB 一进来就将高层大换血 曾经的巨头余永山瞬间失事 而曾经那些不堪的往事 也因为故人的离去 而被彻底尘封 无神再能知晓真相 如今的王美华已经64岁了 她透露以后自己的丧事 不准念经 不吃冷饭 不办告别一事 希望悄悄地走 或许历经千万之后 她才知道 爱情什么的都是浮云 唯有健康最重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余姬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 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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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